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经过了更多的数据进来之后 他们发现他们的有效率达到了95% 基本上和莫达纳的疫苗差不多 副作用也很小 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 辉瑞也好莫达纳也好 我至今没有看到完整的三期临床的总结医学报告 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还是不能100%的确定 我只是根据他们说的 他们如果在三期临床报告里面 有些什么东西他们遗漏了 或者说故意不说的话 那么三期临床报告对我来说 那就变成非常重要了 因为在这里面我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或者说可以告诉大家哪些东西需要注意的 或者哪些人群需要注意的 现在从他们的新闻报告里面看 是行事一片大好 这就是我大致和大家说一下 所以我这个就不做另外的视频了 一直等到三期临床出现 然后我会做一个特别的视频 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今天最主要说的 就是今天早上的FDA通过了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快速的在家里的 可以测试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由这家公司 Lucera这家公司发明的 具体的我就想和大家谈一谈这个东西 然后我再想和大家谈一谈 因为现在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很多时候像上一段时间 我问了很多我的听众 也问了很多我的朋友 基本上很少在自己的周围 有人感染了新冠 现在有些人已经告诉我 他们家人也有感染新冠 说明了新冠的现在扩散的速度 以及扩散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 所以这次我重新谈一谈 如何去居家隔离的时候 有些东西应该怎么样注意的 或者说你们应该在哪里 去寻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 好先先说一下关于这个测试 这个测试是第一个FDA批准的 在家的新冠测试盒 过去一直在谈一直在说 都没有实现 而这个是一种做核酸测试的 而不是做一种叫抗体测试的 这点行吗 所以说根据他们的网站 这家公司的网站上面 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们第一步是需要伸入到鼻子里面去 它有个棉签伸入到鼻子里面去 然后取样 取了样之后 它有一个小盒子 这个小盒子把样板就放进去 摇一摇 然后放入到这个杯子里面 按一下这个键 然后这个键之后 它就大概在30分钟左右 30分钟左右 它就给你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下面写阳性或者阴性 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结果 你可以去找医生 也可以自己放心了 但是这个东西 从FDA批准来看 有几个局限性 第一 至今为止 不是说你现在去CBS 去Walgreens 去Walmart 就可以随便买 不是 它还是需要医生处方 就是说你有症状了 或者你觉得不舒服了 有怀疑了 那么你不用跑到医院或者说测试站去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医生 那个医生就会帮你打电话去药房 开一个处方 然后你去那边去取这个测试盒 然后测试盒取回来之后 你就按照这个不需做 可是这个东西只适合14岁以上的 14岁以下的 你必须去医院里面 就是医生诊所里面去 而且这个测试 我刚才说了大概需要30分钟时间才会处理结果 最后一个问题 至今为止 刚刚出来 我不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支付测试盒 现在根据这个公司的网站上说 这个测试盒大概是在50美金以下 所以说如果说有人要做的话 这些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那么有些人说了 哎呦 我反正要去有个处方 要到去药房里面拿 还不如我直接去医院呢 直接去那个测试站呢 当然这个是你的选择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呢 优势在于呢 如果你们附近没有测试站 这个倒是个好东西 因为你随随地可以拿回家来测试 另外呢 你就当时当天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可是大家知道 因为大家知道回国的话 现在要双阴测试 而这个呢 只是核酸 它没有抗体 所以说呢 你回国靠这个 我估计他们不会承认 不会承认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测试盒的问题 那么接下去呢 我要讲一讲的呢 就是关于居家的各种隔离的各种东西 这个呢 我就想呢 我不想自己打了 我想呢 就是叫大家去呢 到了CDC网址 这个呢 在下面呢 我会给大家具体的网址 过去我也说过 CDC的网址是有中文的 所以你们不会英文的人呢 都可以去里面找到自己相关的 要紧的一些资料 第一部分呢 我们要敢 我想和大家说说呢 就是家庭要核对清单 就是说一个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你可能要居家工作 也可能想尽量的和别人风格开 那么呢 你应该知道是哪些东西 你要预先准备好了 不要到时候手忙脚乱 他最主要的告诉你呢 就是要把 这你的居住地区的公共设施 比如说医院呢 测试站呢 包括你私人医生的消息 要详细的记录在案 不要到时候发烧了 难受了 到时候再要去翻箱倒柜 那样子呢 对你来说身体也是很不利的 他就告诉你 就是哪些东西你要准备了 或者说呢 你如果感到不舒服了 你应该通知哪些人 叫别人 要么就不要到我家来了 或者说让那些人帮你做一点什么事情 这些东西呢 就是家里要准备一份清单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何保护自己或者家人 不被感染 因为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不被感染 现在呢 从CDC还有那个国际卫生组织 所发布的消息里面看 最主要的传染途径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的接触 六英尺之内 两米左右之内 一般是打咳嗽 打喷嚏 呼吸 唱歌 周围有那个飞沫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般周围飞沫传染 无症状状也可以传染 所以说你尽可能的和别人保持距离 大家可能一直来说的那个气龙胶 就空气传播 这个东西是空气传播的气龙胶 现阶段发现 对 这个是可以在空气中传播 可是它有一个先决条件 怎么样一个先决条件呢 是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说是通风不好的密闭空间 哪些东西方是空气不好的密闭空间 屋内 办公室内 电梯内 这种地方就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 或者说你去超市购物 这也相对来说是一个密集的地方 所以在这些地方的话 你一定要戴着口罩 一定要小心和别人保持距离 物体表面会不会传播 我特意查了一查 虽然CDC也说他说不会 那么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国际卫生组织 WHO上面 WHO说明说物体表面被传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少 因为那个量不够 那么别人就在说了 那么中国的这个报告 说海鲜啊 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是不是被认证了 在中国国内 他们是说有足够的消息是认证了 然而呢 国际卫生组织 以及Wall Trade Organization 就是世界国际贸易中心吧 他们都要求中国给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测试的一个方案 以及测试的报告 至今为止 中国方面没有提供这个方面东西 所以说呢 大家对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传染性 或者说这个数据 还是有一定的怀疑程度的 这个你们去看一看WHO的报告 WTO的报告 你们都可以看到了 所以说呢 在物体表面被传染的机会 可能性很小 可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家长 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一员 家庭一员的话 我还是告诉你们 如果你出去购物了 如果你把东西从外面搬到家里来的 消毒一下 这种东西了 做多比做少好 所以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不管说是CDC说的也好 FDA说的也好 或者某某某某组织说的也好 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 所以说一定要你自己保护好自己 但是呢 也不必要过度的过度的恐慌 我现在发现的有些人呢 就是走两级 一种呢就是非常放松 什么都没事 什么都搞 有些人呢就过度过度的紧张 好像我只要踏出我的家门 就会被感染 没有这么恐怖 绝对没有这个恐怖 我每天还要去上班 我每天还要接触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病人 我还没有被感染 我好多同事也没有被感染 我们觉得只要我们自己做好个人的防护 我们被感染的机会会大大减少 怎么叫个人好好的防护 我再三强调了 戴口罩 保持距离 洗手 能清洁的表面 比如说你办公桌 你每次坐下来之前 好好的擦一擦 你们家里的厨房 东西埋进来了 好好的擦一遍 这是要做到的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勤洗手 近距离 戴口罩 眼口 清洁消毒 每天监控 也监控状状 这种呢就是 我觉得你就不必大惊小怪 除非说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了 那么你测量一下 这是CDC上面也是有的 那么有人说我得病了 我的医生也联系不到 我是不是马上就需要去急诊室 我现在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马上去急诊室 我现在告诉你的 现在先不要这么急 因为如果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 只是有点头疼 咳两声 也没有什么发烧 也没有呼吸急促 那么你家里要准备一个体温剂 一个血氧剂 这两个东西准备好 这个我过去都有视频 我待会给你连接 那个血氧剂 什么灰事情 连接 另外在CDC网站 中文也有一个工具 这个叫自检工具 自我检查工具 这个是挺好用的 我用给大家看一看 我操作给大家看看 你按一下这个 按下这个之后 它就出现了一个 自检工具的一个框 今天有点慢 刚才挺快的 它里面就显示了一些东西 它就问一些问题 打出来了 它就说这个是个平台 它开始就告诉你了 你同不同意它的服务 你说我同意 我同意了之后 它就说一些问题 然后让你 就是回答一些问题 你确定 你是不是需要去医院 你是不是有可能得到了新冠 这个在家里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是中文的 这个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这种是一个比较好的 自我保护 或者自我处理的一种方法 当然了 这个不能保当作 这个医生的诊断 我只是做在一些 你自己很彷徨 很惊慌 医生又联系不到的时候 那么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 这完全是可以的 当然了 在同时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的 尽量要留在家里 尽量和自己家人 其他人隔离开来 等到确定了 你没有被感染了 那么才解禁 其他和那些 也基本上差不多了吧 基本上差不多 那么如果说你的家人 或者说你认识的朋友 患病了 那么应该怎么样 居家照顾这个病人 或者说你不舒服了 怎么样别人来照顾你 以确定你这个病毒 不会被传染给别人 或者你被别人传染 这个里面 它也有详细的介绍 第一个就是说 一般的情况下 病人的症状 开始有症状 到症状比较严重 大概是五天左右 过了五天之后 这个病人一般的情况下 大概有两到三天 症状比较严重的 这个是要特别小心的 如果这三两三天 血氧降低了 或者烧非常高了 或者说呼吸困难了 或者说任何 你觉得不是自己可以做的 或者自己可以照顾得到的 一些东西的话 那么就马上去找医生 或者马上去医院 如果说症状还是可以的 如果吃一点普通的药 还可以维持的 那么的基本上 我们发现大概十天左右 病人就开始有明显的好转 然后病人就会慢慢慢慢的康复 所以刚开始的一个星期是关键 所以它这里也关了 症状一般持续数天 并在一周后好转 那么我不说那一周 我的经验来看的话 大概在十天左右 大概在十天左右 那么对这个病人来说 那么医生会给一些处方药 我也有过去有个视频 就是非处方药 那么你们也准备一点 对病人就是咳嗽 对病人的腹泻 对病人的发烧 诸如此类的 我都有详细的药物介绍 这些都不是处方药 你们都可以在所有的药房 包括Warma 包括Costco都可以买得到 另外由于病人发烧 病人不舒服 要大量的增加流质 就要大量喝水 注意休息 那么其他的物品 这种东西就不用多说了 那么这种紧急情况之下 那就不用多啰嗦 马上送院 呼吸困难 胸部非常疼痛 有一个压迫感 就像好像一下子 就是胸口压大石的一种感觉 开始难道病人 开始神志有点模糊了 无法清醒了 还有就是嘴唇 这个对小孩子来说 因为小孩子有时说 无法告诉你呼吸困难 你觉得他嘴唇发紫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马上打911 马上从医院 因为这个说明 病人无法无法呼吸了 所以我说买个血氧剂 很要紧 因为血氧剂 没打到这种程度的话 它基本上就可以通知你 你可能有问题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前 血氧到92 93的时候 还不会产生这个东西 到了嘴唇发紫 一般的情况下 病人的那个血氧 应该是85亿下的了 也比较危险的了 好 那么呢 其他的就是 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的话 又限制接触 限制接触的意思呢 就是病人要有自己 单独的一个房间 单独的洗手间 所有的个人用品 不要和人家共用 那么这个病人 需要吃饭什么样呢 是单独接触 就是说全家里面 专门安排这个人 和病人接触 不要今天你 明天我 大家有些时候操作上 有一些些不好的话 那么有可能让病毒 扩散到整个家里来了 那么这个人呢 和病人接触这个人呢 最好能比较小心一点的 比较细心一点的 这个是上上之犬 当然 请洗手 和病人接触的那些人 戴口罩 戴手套 这是肯定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就是手套脱下来 口罩脱下来之后 就要马上洗手 因为你接触过病人了 你的手套上和口罩上 可能都沾染了病毒 你脱下来的时候 你的手也接触到了 这些物件 那么你的手 可能也被污染了 所以千万要记住 你哪怕戴了口罩和手套 和病人接触 你离开了之后 去做正常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的洗手 那么洗衣服 这个网站上呢 CDC呢 就是 所以说 CDC网上只是给你的建议 很多东西呢 你要凭自己的直觉 去分析一下 就是他说他那个洗衣服啊 他是这样说 病人的脏衣服 可以和其他人的物品 一起清洗 他们的理念就是说 水 温度比较高 有洗洁精 这种东西 应该可以杀死病毒 可以一起洗 理论上是正确的 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 可是呢 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 那么还不如分开 对不对 这个是叫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 好 病人的那个物品啊 脏东西啊 尽量要用塑料袋 砸好了之后 再拿出去 放在垃圾桶里面去 不要那个路 路贴的这样子 朝外远远跑 那么呢 他里面的病毒呢 就有可能在空气里面 发散 因为刚才我说了 空气传播 在密封的空间 是有可能的 病人在家里 这是个密封空间 被传染的可能性 是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 好 这就是我一大致的 一些东西 你呢 我觉得呢 关于清洁啊 清洗啊 我过去过去过一个 一个一个视频 我待会把这个连接 也发给大家 你们也可以去看看 把这个整套东西 做好之后呢 我觉得你们被感染的机会 可能啊 应该会下降很多 好 我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希望大家呢 这个网站呢 CDC的这个方面的东西呢 对大家有些帮助 好 希望大家 能 好好去看一看吧 好好去看看 听过的当然也可以 可是去好好看看 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资料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还是这样子 希望大家健康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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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